4月29日,香港警方会见传媒时表示, 警方于28日晚破获30年来最大宗的病毒案, 减获病毒296公斤,市值超过1.5亿港元, 行动中共拘捕7人。 香港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中阳轮介绍, 西九龙总区反黑组接获献报, 由犯罪集团利用在闹市中的空置店铺作为毒品储存中心, 警方随后于28日晚10时左右, 在位于上海街的空置店铺内搜出怀疑病毒。 茶叶包装做掩饰的怀疑病毒, 而我们也都在空置的地铺单位里面, 找到11袋,很大袋的泥笼袋, 装着类似包装的病毒。 总共病毒的检获的数目是296公斤, 市值超过1亿5千8百万元, 而今次检获岛的冰毒的数量是自从1991年以来, 我们香港执法部门有纪录以来的单一行动里面, 检获岛最多冰毒的一次。 行动中,共拘捕六男一女, 年龄在26至57岁之间, 其中两人由内地偷渡到香港, 另有一人是持加拿大护照的亚裔人士。 警方已在附近酒店搜出少量毒品, 稀释毒品的工具和怀疑盗取的信用卡。 目前7人均被扣留调查。 警方表示,行动仍在进行中,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。